交通部打算从7月1号开始要正式启动全民都可以参与的安心旅游 扩大国旅的补助措施 预计补助期限4个月一直到10月底 除了祭出团客补助自由行的民众呢 也有住房可以折千元的优惠 现在更规划要跟游乐园来合作可以免费入场 实际来帮大家试算看看 如果搭乘振兴券呢 花1000换3000来旅游 这两大一小的家庭呢 从高雄到台北到高雄玩两天一夜 包含了交通 住宿 游乐园等等 算一算大约可以省下一万元左右 禁令放宽 想出油爬爬灶 怎么省最划算 7月1号上路的安心旅游 初步沿拟团客每人补助700到1200元不等 如果民众选择自由行 每房补助1000块 离岛再加码1000 大型游乐园部分更寄出进场免费 有小朋友的家庭可能有吸引力 1000块的补助 我觉得好像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一起来看看如何花更少 两大一小的家庭 假设搭高铁往返台北左营 三人来回总共7450元的票价 用振兴券消费 1000换3000换算下来可以省6000元 如果再安排游乐园进场免费的行程 原本要2300元的票价也直接免费 至于一晚3000元的住宿 又补助1000元 靠这招两天一夜 全家可省将近1万块 抢救观光政府单位抛诱因 盼望成果疫情多重优惠 有没有吸引力 还得观察相关细节 确定公布之后 就看民众反应 记者综合报道